我們現在看到今天這個新聞的時候 大家就問 這個人到底是誰 他到底誰幹的 到底是他自己個人的私怨 到底是政治主張 還是後面有密謀 不然一個人 你已經離開自衛的 2005年 你就已經離開了 離開這麼久了 你跟安倍也沒有任何的一個互動 也沒有任何的來往 你怎麼會想說 我非要置他於死地 而且你看到 他在整個過程裡面這麼淡定 槍都準備好了 路線也規劃好了 而且就這樣子 在後面 剛剛講到 昆明講 連開兩槍 那就是一個非要你死的動作 第一個 你看他這個人在事先被拍 被拍攝整個鏡頭 看起來他非常淡定 對不對 如果有稍微有敏感一點的 這個護衛 或是隨後去檢查一下的話 可能這個人都當時破局了 對不對 但是沒有 第二個你看他這個日本的警察 非常奇怪 這個保安局非常奇怪 居然有人敢去背後去抓他 你看有沒有 他開了兩槍 如果這種事情在美國發生 或台灣發生的話 我們學護第一個什麼動作 什麼動作 馬上把槍擊發了 怎麼可能讓你在這邊 還有兩個人去抱他 你看有沒有 五六個人把他抱在一起 我都沒看到半把槍 然後從背後把他抱起來 他抱起來 這個人被趴在地上 他也不跑 這個非常奇怪 所以日本人這個 這個整個安全的措施 像這個安倍那麼高級的 當過首長的人 你看這個非常 你看這個畫面 怎麼會有一個人把他 後面抱住 這個因為警察的訓練 你已經急發了 你開槍打人了 那我當然就開槍是射擊你 是 對不對 不是 他只有徒手做一個動作 保護援手 就是用我的身體去擋子彈 沒有說我抱著你去擋子彈的 然後最後逮捕他的動作 是警察 你看到沒有 沒有 我沒有 就是這個保安 不是是誰 這個不是 但是文職員 警察員不知道 從後面把他抱起來了 你看見沒有 然後槍掉地上了 他也沒想到 他這個槍是急發他的槍 對不對 萬一手上再帶著另外一把手槍 再做拖逃用的要怎麼辦 一般來講的話 我會做這種動作 對不對 我再繼續 我再做準備 打完人以後的第二步 我要脫離現場 脫離現場的話 對你第一個要打我的 我先把你先射擊 聽說劉煥榮已經是這樣 所以他沒有 你看到沒有 他這個表現什麼意思 他沒有要走 而且他這個因為沒有要走 第二個 他沒有要保命 因為如果這些是美國警察的話 這個人已經死掉了 對 當場就把你打掉了 怎麼可能讓你留在這邊 因為不知道你口袋還有什麼東西 台灣警察也要開槍的 就這個非常奇怪的一個畫面 日本人不知道在幹什麼 這個好像有點像編排好的劇本一樣 當然不可能 這是第一 所以我就講個結論 就這個人他是純心要來涉及安倍 然後第二個 他沒有想要走 他沒有想要走 因為他走的話 他有脫逃規劃嘛 對 那這個背後 那為什麼他願意乾冒死刑 他來殺這個 殺安倍呢 那不要說政治意識嘛 這個政治意識 強烈的人就叫他幹這個事情了 所以個人的政治意識 他把安倍幹掉嘛 那這我覺得再過一個禮拜 日本的警視廳 日本的單位會把所有的公布書 我們就可以知道全貌 現在在這邊拆沒有意思 只是就緊對現場的畫面來看的話 這個是一個非常離奇的一個畫面的情況 那剛剛庭輝講的比較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對這一次的選舉的影響 會馬上的立即進衝擊 如果立刻一定會修憲 修憲一定會過關 那修憲過關之後的日本國 就不一樣了 因為那個時候他這個國家的戰備 跟對亞洲的整個衝擊力量 我覺得中國會面臨非常非常大壓力 對 董事長 剛剛講 再兩天蔡英元的改選 這個今天動地的事情 真的會衝擊到選舉 如果衝擊到選舉 他會衝擊到了日本的修憲 然後整個亞太要出現 翻天覆地的大變化了嗎 對 我認為這一次的 今天發生這個不幸的事件 也百分之一百會衝擊到 他的日本殖民黨這次的選舉 而且讓殖民黨會得到非常大的力量 那這個力量得到之後 在修憲的所謂憲法第九條 這個和平憲法這個條文 應該就要做 應該會不會刪除 那刪掉這個第九條之後 對亞太的影響的幅度之大 現在目前難以想像 因為日本就很簡單 就變成一個正常國家 正常國家 正常國家 最重要的是什麼東西 最重要的是他的軍事安全的力量 他會開始做全面性的長城的部署 那部署當然很簡單 他一定是本來日本就是扮演的一個 在跟美國合作的情況之下 在中國崛起之前 是一個亞洲的地區域性的強權 一直都是扮演這個重要角色 那現在這個修憲之後的那個積極性 會完全不一樣 他的所謂的自衛隊的角色 從原來的所謂的專守防衛 或專守防禦會改成主動的出擊了 就是我們所謂的原童打擊的這類型 他會全面的展開了 尤其你看到最近的情況之下 所以他的中程飛彈 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去做研發了 他也不是開始做武器的銷售 武器的研發 包括他現有的一些商業科技的基礎 通通會轉成民間基礎 因為你知道國所謂的綜合國力的比較 還是要比較工業基礎 目前日本在全世界 算是排名前幾名的 大概前三名的工業的人力跟科技的實力 那你看到很清楚的 另外一個事情 前兩天看到的中國跟俄羅斯 都不斷地說已經有兩三次的 經過清津海峽到日本海 開始在巡弋 在挑釁 包括在西太平洋 開始在挑釁等等 所以這個東西已經在不斷地壓迫 讓日本的力量 不能夠得以擴張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得到一個反效果 所以這一切事情造成的影響 就今天這個影響 所以我剛剛看了CNN跟BBC 這些所有的 包括Washington Post 在這個新聞上的處理 就定位成叫做政治謀殺 就很清楚了 就是一個政治謀殺 現在國際媒體的定調是政治謀殺 政治謀殺 這個定位很清楚 就是政治謀殺 那當然這個門背景到底是誰 他說這個目前是失業了 失業你怎麼會有那麼多錢去買這種東西 對 你失業你幹嘛去找安倍 安倍已經不是首相了 安倍可能是 安倍可能是在修憲派裡面的主角 不知道我們這過兩天 整個所有的日本的情報作業會分析出來 但這個整個事情的結果 就可以出現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修憲派會獲得大勝 第二個就是說亞洲的軍事 亞洲的平衡 使得這個平衡會受到極大的傾斜 會做非常大的這個變化 那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看到比較遺憾就是說 這個那麼重要一個人物 然後日本的警備 日本的安全單位的處理 非常的糟糕 就是一塌糊塗 居然會在那麼輕忽的情況之下 就被暗殺掉了 所以這個日本這個國家本身 確實需要要加油 這個非常非常的 你說安倍已經然今天不幸的 被槍殺身亡有多重要的事 你看從這一次的環太平洋區 也可以看出來 因為這個環太平洋區 很明顯地衝著中國而來 而衝著中國而來裡面 日本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還是他憲法第九條還沒修 如果兩天後參議院改選 參議院改選跟著過了三分之二修憲門檻 過了修憲門檻 拿掉第九條的捆龍鎖 之後我不是只有防守 我還可以攻擊 而且我可以發展所有的攻擊型武器 今天你等於是在環太平洋軍演 日本的角色可以乘上數倍 沒有錯 因為現在日本已經是在整個亞洲 參與環太平洋軍演裡面 唯一有角色的國家 是這樣子 唯一有角色 有指揮角色的國家 狀況是環太平洋軍演有27國參與 對不對 非常多的國家各種國家都有 可是問題是因為它裡面 有非常多的部科 比如海軍陸戰隊的指揮官 就是由美國來擔任 然後海上部隊指揮官是澳洲來擔任 然後空中部隊指揮官是由加拿大來擔任 可是在那種指揮官層級上面 有一個叫做聯合特遣部隊的副司令 兩個一個是加拿大的指揮官 另外就是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指揮官 所以你可以看到從這個規格 他是副司令 對 從這個規格就可以知道說 你看到包含美國 包含英國 包含加拿大 這幾個國 美國 澳洲還有加拿大 這些都是過去美國最傳統的友邦 然後在戰鬥上 在軍事上最新來的夥伴 可是沒想到日本這樣拉的 下面三個都是五眼聯盟的 他們都是英語系國家 都是安格魯沙克區民族的 然後到聯合特遣隊 當然司令是美國 這沒話說 副司令竟然有日本的角色 你說說在這場環太平洋軍演裡面 日本扮演的非常非常重要角色 而這種角色已經不是在旁邊打砸 是已經到了指揮體系當中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直接去看環太平洋軍演演習的項目 我們都發現日本 過去跟美國的合作是越來越密切 第一件事情 初銀號多功能的護衛艦 在這個裡面扮演非常非常重要角色 因為美國一直要求初銀號去做改裝 要求初銀號去做改裝 因為初銀號原本是停直升機的嘛 那日本也真的幫初銀號 就是原本初銀號 這舊初銀號的狀況 舊初銀號做完改裝之後呢 他可以去降落所謂的美國的F-35B嘛 對不對 他就變成是說 今天我如果去打仗的話 美國有他的航空母艦 有美國兩棲突擊艦 然後也有日本初銀號護衛艦 變成是說 我就算一個把他打掉之後 現在現在可以停F-35了 對他可以停F-35 就變成說在他分散式的作戰架構裡面呢 日本 因為說在F-35的作戰架構裡面 就算有其中一艘 不管是美國航空母艦或是兩棲突擊艦被打掉 對 一樣可以跨國停在日本的甲板上面 但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另外一件事有個非常經典的例子叫做 高坡號的驅逐艦 這例子我們都還記得 不是美軍拍了一張遼寧艦的照片嗎 拍了遼寧艦照片 美國主會官艦長不是坐在那邊翹腳 然後拍照嗎 旁邊協同作戰就是日本高坡號的驅逐艦 旁邊有日本驅逐艦 所以他是他們右邊的高坡號驅逐艦 他們在協同作戰了嘛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日本跟美國這兩邊的互鬥 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而且另外一件事情 這一次環太平洋軍演 他除了在海上軍演之外 做了大量的陸上搶灘 還有特種作戰的演習 他已經不是純海軍演習 那這個大量的這個搶灘演習過程中 寶貞哥你看喔 你會發現有一個有一兩位 在這種射擊的過程中 導播就剛剛那個畫面 他其實是沒有避章的 他是怕避章 其實第一個我們仔細看 他第一個拿槍的人是沒有避章的 可是後面幾個呢 他有有德國的有加拿大 都是很明顯的 那這個沒有避章的人呢 現在巨星就是日本的特別警備隊 特別警備隊其實就是海上智慧隊的海軍陸戰隊 然後他這是一個非常 你看看德國有出現避章對不對 我們剛剛有德國避章 大家講這一次環太平洋軍演 最讓人驚訝的是 他的特別警備隊居然出現了 因為你要講 以前我只是防衛性 防衛性來講我只是做基本的動作 就沒想到我現在可以做兩棲登陸 我已經有兩棲作戰能力了 現在不只他現在這個特別警備隊 是在美國手把手 是你是特戰部隊 你是跟海豹部隊 跟三角部隊同樣等級的 而且為了要避免說 你真的有觸碰憲法等等 他特別還把避章去撕掉 那你看他們做演習科目 完全都是搶攤的科目 所以你可以知道 在這種特別警備隊 跟美國的海豹或三角洲 一起去做合作的時候 表示美軍是百分之百 現在已經不是我手把手在教你 而是未來如果在南海 或是台灣遇到戰爭的時候 我是跟你一起搶攤的 你可能幫我守的是我的後背 或是我是在幫你打你的前鋒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說 日本跟美國現在在軍事上 是各個層級的互動 都非常密切 而且這個互動除了密切之外 還有非常高的互信 那回顧頭來講 這次黃太平洋區 這次黃太平洋區 還有一個亮點 是朱瓦特級的驅逐艦 朱瓦特 竟然出現了 朱瓦特級的驅逐艦 我們發現它出現的狀況 我們給大家看畫面 它這個出現狀況很有趣 它竟然是在這黃太平洋區 裡面帶了另外兩個護衛艦 一起去站在C位上面 一起去做協同作戰 也就是這一張照片 我們知道 它的航母 等於說是領梗號在中間 旁邊站兩個 那這個就看到 我今天領軍的 這個是朱瓦特號 今天旁邊的是加拿大的驅逐艦 智力的驅逐艦跟在旁邊 代表當我驅逐艦行動的時候 我的領頭羊是朱瓦特號 可是這一次 既然朱瓦特號變成這個所謂的 黃太平洋軍人的C位 表示美軍已經重新找到 朱瓦特的定位 那這定位還有可能是什麼呢 一 看中它的隱形效能 二 看中在上面擺出極音速飛彈 三 它可以變成一個 無人的作戰平台 它有點像是海上版的 F-35的概念 什麼意思呢 第一個F-35它是什麼 因為它隱形功能 可以深入敵營 二 它可以去做 資料鏈的傳輸 可以讓後面的 不管是寮機或是無人機 可以去做風群的攻擊 這個朱瓦特號很有趣 第一個它的 你可以看到它是 它是現在號稱隱形功能 最好的這個所謂驅逐艦 加上極音速飛彈 再加上它可以協同作戰 有無人作戰平台 它就是一個海上的無人艦